这里是红星报道 网传王思聪发朋友圈称209万与被殴打者和解 这个消息真真假假不知道 一些人因为巨额和解费不淡定了 有人说新的一年第一个愿望就是被揍一顿 还有人说我要100万随便打一时间 不知道称之为荒诞还是悲哀 人可以追求金钱但不可以丧失自我 哲学家西梅尔说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 但人不能稀聚在桥上 别为了金钱让自己的灵魂居无定所 评论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评论 好好想想为啥大家这么想 评论 小钱对大多数人来是巨款 评论 你清高 你了不起 王总 来个全国寻打吧 我第一个想被打 评论 小编你在这里装狸妈呢 评论 多少人为了钱能做没有尊严的工作 你这里谈尊严 评论 你们心为人也就有指责弱主的本事了 说的都非常好 评论 红星的新闻很丑陋 我华夏五千年还又不知道西方学家说的话 这个话说的有深意 评论 这个时候你想起来教育人民了 我觉得说的都挺好 被打一顿就是缺德了 就没道德了 搞拳击的不都都还 揍得很厉害吗 都是缺德呀 缺德不缺德 轮不到你来说 红星新闻 是吧 你缺不缺德 我们倒可以来说你 你轮不到你来说我们 我们爱一顿揍 受一顿苦 我们获得了钱 我们自然可以去干善事 是吧 你不让我们得到钱 钱都跑到你红星新闻那里去 你们就干肮脏的事 红星 你大翻车了 你在这里 在这里秀道德 在这里秀道德 我都 我都